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南非与伊朗的紧密联系将会是什么样子 东京迪士尼乐园运营商预计在2023财年实现创纪录的利润 G7计划禁止俄罗斯钻石进一步削弱该行业的光芒 圣路易斯县检察官放弃竞选美国参议院 转而参加对战科里不时的众议院选举 高盛提高了美国和全球长期增长预测 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推动 请大家收看 纽约时报专栏文章 中国人哀悼李克强也哀悼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 周五 68岁的李克强去世 引起了网民的自发哀悼 李克强担任总理长达十年 是中国的二把手 直至今年三月 在许多中国人当中 李克强的去世激起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怀念 那是一个经济前景更好 对私营企业更开明的时代 这样的反应显得极为刺目 表明了中国国内对习近平领导的不满 去年 这位强硬派领导人 在设法废除了长期以来的两届任期限制后 史无前例地获得了第三个任期 社交媒体上一条又一条的发言中 人们更多赞扬的是李克强的主张和言论 而不是他在习近平领导下做出的政绩 在李克强任总理期间 推动经济政策制定的人是习近平 李克强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 他的失事所引发的悲痛反映了公众对一个已被抛弃的改革 与增长时代的失落情绪 以及生活在毛泽东以来 作风最专制的领导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人们所感受到的深切无力 在多家社交媒体网站上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章称 许多中国人在李克强身上看到了自己 十年间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 被分享最多的内容是李克强承诺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继续敞开的短视频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在中国的审查机器开动后 部分视频随后被删除或无法转发 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 许多对他的突然离世表示震惊的帖子都遭到审查 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和伟人的评论也不能倖免 被允许发表的评论基本都是安息吧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李克强的去世让他们得以释放压抑已久的沮丧 愤怒和焦虑 这样的情绪源于他们认为习近平对经济处理不当 习近平打击私营部门 破坏了中国部分最成功企业的发展 他疏远了中国一些最大的贸易伙伴 并和俄罗斯等国家走得更近 同时还用忠于他的人换下了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 习近平将政府重心更多转向意识形态而非经济 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李克强这样说 人们在感慨他的死讯时表示 他们不敢相信当时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 2022年 中国未能实现5.5%的经济增长目标 今年的目标没那么高 但许多专家也认为不太可能达成 人们还列出了李克强最著名的发言 有权不可任性和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李克强一向大力倡导创业和创新 许多企业主和投资人都晒出了李克强 在参观他们企业时留下的合影 他们怀念政府鼓励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情景 称那是创业的黄金时代 他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们 一位丁信互联网商人写道 顺道带走的还有那黄金十年 他们贴出了他在2020年1月 新冠病毒肆虐武汉之时访问这座城市的照片 直到近两个月后最初的疫情已得到遏制 习近平才姗姗来迟 他们贴出了李克强探望洪水和地震灾民的照片 习近平远离受灾现场的作风众所皆知 他们还转发了李克强与其他政府领导人亲切交谈的一系列照片 这与习近平同下属一起亮相时以止气使的肢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 有人感谢李克强的坦诚 他曾在2020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 这番表态被认为戳穿了对习近平关于全面脱贫的宣言 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完美的政治家 一位名叫严晓云英的前记者写道 但人们不应忘记他捅破真相的勇气 公众在周五的反映是自去年11月的白纸运动以来 最为激烈的情绪宣泄 当时许多城市里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严厉的清零政策 还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网络抗议 与公众的悲痛相反 中国官方媒体起初淡化了李克强的死讯 各大新闻网站只把不到百字的公告 放在了第三或第四大新闻的位置 排在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加文 纽森或习近平推出指导民政工作的新书之后 这样的低调处理引发了网民热议 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眼中 习近平对李克强一贯的羞辱和蔑视 哪怕在他去世后也是如此 活得郁闷 死得憋屈 一位中国记者告诉我 我们不都这样吗 南非 与伊朗的紧密联系将会是什么样子 德国之声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 拉伊西访问南非 作为伊朗在面对美国严厉经济制裁时 加强与非洲伙伴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拉伊西自2021年上任以来 一直在追求非西方的外交政策 并已经访问了肯尼亚 乌干达和津巴布韦 伊朗希望扩大与非洲的贸易 2022年对非洲的出口额达到12.8亿美元 而2020年为5.79亿美元 拉伊西访问南非 正好是南非外交部长纳莱迪 潘多尔访问德黑兰一周后 东京迪士尼乐园运营商 预计在2023财年实现创纪录的利润 日经亚洲 东京迪士尼乐园和东京迪士尼海洋的运营商 东方土地公司将其截至2024年3月的营业利润预测 上调至1467亿日元和9.79亿美元 同比增长32% 该公司预计外国游客的回归和美味游客的消费增加 将推动利润增长 销售额预计将增长23% 达到5946亿日元 公司将每股年度股息提高至11日元 东方土地公司的美味游客销售额预测 已从之前的16530日元上调至16623日元 增加了593日元 G7计划禁止俄罗斯钻石 进一步削弱该行业的光芒 Yahoo 近年来 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国家钻石矿商阿尔罗萨实施制裁 俄罗斯的钻石需求有所下降 预计G7将禁止间接销售 给俄罗斯的钻石行业带来更多困扰 消费者和生产商可能不得不应对需求疲软的复杂供应链 G7的禁令将给供应链带来进一步的复杂性 而此时钻石珠宝的需求已经面临巨大压力 圣路易斯县检察官放弃竞选美国参议院 转而参加对战科里 布什的众议院选举 美联社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检察官 维斯利 贝尔 已经放弃了2024年对抗乔西 霍利 Josh Hawley的参议院竞选 而选择挑战同为民主党人的科里 布什 Cory Bush争夺众议院席位 贝尔称他决定放弃 是因为对布什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批评 并表示他相信自己更适合在参议院竞选中击败霍利 高盛提高了美国和全球长期增长预测 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推动 彭博社 高盛集团因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AI可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 提高了对美国和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预期 高盛集团预测 到2027年 AI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增加0.1个百分点 到2034年将增加0.4个百分点 预计欧元区将在2028年增长0.1个百分点 到2034年将增长0.3个百分点 预计到2034年 中国将增长0.2个百分点 日本将在2033年增长0.3个百分点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表示 AI的经济效益与提高效率有关 因为它自动化了耗时的任务 使员工有更多时间从事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香港之战的事后总结 外交官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士巴尼玛塔尼和Timothy McLaughlin 讨论了他们的书《勇敢者中的勇敢者》 香港之战与全球民主未来中的希望 斗争和流亡 该书探讨了2019年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 及其对全球民主未来的影响 作者解释说 这些抗议活动不仅仅关乎民主 还关乎香港自身的身份认同 和对更公平社会的渴望 他们认为 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的镇压表明 只要以可接受的方式进行 几乎没有国际后果 政权就可以粉碎人们的愿望 并解体机构 这对台湾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摧毁了一国两制模式 能够实现统一的任何希望 作者还强调了 香港对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的 象征性和实质性重要性 因为它被视为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 以及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 是可能的示范 然而 这次镇压摧毁了这种看法 并凸显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欧盟委员会表示 全球不和谐局势威胁着COP28气候谈判 雅虎 欧盟气候事务负责人霍克斯特拉警告称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得达成全球变暖协议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在下个月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发表讲话时 霍克斯特拉表示 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但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国际合作变得复杂 霍克斯特拉表示 欧盟不会接受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不解决化石燃料淘汰问题的结果 在过去一周 以色列和加沙 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升级 博通预计在11月截止日期之前 完成690亿美元的VMware交易 路透社 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和云计算公司VMware 预计他们的690亿美元收购交易 将在11月截止日期之前完成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SAMR尚未批准该交易 并可能因拜登政府引入更严格的芯片控制措施 而推迟做出决定 然而 博通和VMware表示 在美国的合并法规下 该交易没有法律障碍 这两家公司已经获得了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批准 包括欧盟 这笔交易是博通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 旨在帮助该芯片制造商多元化进入企业软件领域 加拿大禁止政府设备上使用微信和卡巴斯基应用程序声明 路透社 加拿大已禁止在政府发放的移动设备上使用中国的及时通讯 应用微信和俄罗斯的杀毒软件卡巴斯基 原因是担心隐私和安全风险 这一决定是为了确保政府网络和数据的安全和保护 并与加拿大国际伙伴的做法一致 如果人民党在2024年选举中失利 杰弗瑞预计印度股市将下跌25% 雅虎 据杰弗瑞全球股票策略主管克里斯·伍德表示 如果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党在明年的大选中失利 印度股市可能会下跌至少25% 伍德引用了2004年的选举 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失利后 股市在两天内暴跌了20% 然而 他表示政府雄心勃勃地铲除挂钩 激励计划不会被撤销 中国军方表示 菲律宾船只非法进入了靠近斯卡伯勒潜滩的水域 路透社 中国军方警告菲律宾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挑衅 此前一艘菲律宾军舰未经授权 非法进入了靠近黄岩岛的水域 这是中国向菲律宾发出的罕见警告 因为中国军方大多数时候是对美国军舰发出警告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发生了多次冲突 最近还有指控称 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船只发生了碰撞 黄岩岛被中国、菲律宾和台湾都声称拥有主权 松下公司将其利润预期下调归咎于特斯拉需求不振 金融时报 松下电器公司将其电池部门全年利润预期下调了15% 原因是特斯拉高端电动汽车销售速度低于预期 由于北美地区对特斯拉电动汽车的需求放缓 而这些车型不符合通胀减缓法案的税收优惠条件 松下将其电池部门全年营业利润预测从1350亿日元下调至1150亿日元 松下首席财务官梅田博和表示 与第一季度相比 松下已将其在日本的汽车电池生产削减了60% 而该工厂主要为特斯拉的高价车型生产电池 乌克兰最新消息 西方希望在亚太地区制造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长向中国论坛表示 日经亚洲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 邵伊古警告西方 其参与乌克兰战争可能导致和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邵伊古在北京的一个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指责西方试图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表示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导弹发射信息交流 旨在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他还表示俄罗斯一准备好就乌克兰危机的后期解决方案 以及与西方的进一步共存进行谈判 亿万富翁科技创始人 年轻印度人应每周工作70小时 雅虎 根据印度Infosys联合创始人N.R. Narayana-Morsi的说法 印度的年轻人应该每周工作70个小时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与前Infosys首席财务官TV Mohandas Pai在314 Capital的The Record节目中的对话中 Morsi表示 印度必须效仿其他成功发展经济的国家 包括中国 他还批评年轻一代采纳了不太理想的西方习惯 导致他们对国家没有帮助 Morsi建议印度需要高度决心 极度纪律和极度努力工作的人来推动经济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尼泊尔的山脉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冰川 路透社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说法 由于全球变暖 尼泊尔的山脉在过去30年中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冰川 融化速度也在加快 过去10年的冰川融化速度比前十年快了65% 古特雷斯警告称 冰川融化将导致湖泊和河流膨胀 给居住在该地区的2.4亿人口 带来危险的洪水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从珠穆朗玛峰返回的登山者报告称 这座山比以前更加干燥和灰暗 古特雷斯呼吁结束化石燃料时代 并敦促各国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 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逐渐减少 主要留下盟友 智库报告称 美联社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报告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越来越多地 针对其政治盟友 因为该地区对中国信贷的需求下降 与美国在影响力上的竞争加剧 澳大利亚和其他美国盟友提供的更好贷款条件 正在侵蚀中国在这些依赖援助的岛国中的经济影响力 中国2021年对该地区的总援助金额为2.41亿美元 较2016年的最高峰3.84亿美元有所下降 今日股市新闻 随着目光转向本周重要事件 美国股市上涨 雅虎 周一 标普500指数上涨0.7% 正式进入修正区域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8% 超过250点 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约0.8% 此前一周 由于大型科技公司业绩不佳而下跌 投资者正为美联储决策和苹果公司的财报做准备 同时美国10月份的就业报告将于周五公布 习近平表示 中国的女性必须开始家庭新趋势 路透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妇女在建立新型家庭潮流中发挥关键作用 以应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问题 习近平表示 妇女的角色不仅对于自身发展至关重要 也对于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 国家发展和国家进步至关重要 高昂的育儿成本 职业阻碍 性别歧视和缺乏结婚意愿等因素 阻碍了许多中国年轻女性生育 中国的出生率与结婚率密切相关 因为官方政策使单身女性难以生育 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 今年早些时候 该国报告了60年来的首次人口下降 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冒险 难民作为对抗塔利班的战略工具 外交官 巴基斯坦要求阿富汗难民在11月1日之前 自愿离开该国的决定 已成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重要讨论点 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和穆塔基警告称 处理阿富汗难民问题不当 可能对双边关系和两国经济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巴基斯坦目前接纳了370万阿富汗难民 其中173万人被认为是非法滞留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决定被视为一种施压手段 以迫使喀布尔满足巴基斯坦的一系列要求 包括采取行动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地鲁竞走运动员金伯利 加西亚的世界纪录被取消 因为赛道测量不准确 CNN 地鲁队的金伯利 加西亚在2023年泛美运动会的20公里进走比赛中 似乎打破了世界纪录 然而 后来揭示出赛道测量错误 比赛组织者确认赛道短了大约3公里 比赛结果被取消 但运动员们被允许保留奖牌 这个取消对运动员们有影响 因为他们将无法获得用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排名的积分 男子项目被推迟 官员们重新测量了赛道 伦敦一座曾用于出租的豪宅以275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 未报 一座伦敦豪宅曾被雷哈纳以每周1.8万英镑的价格租赁 已被一位未透露身份的中国买家以275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 这座位于圣约翰伍德的巴卧市豪宅 因出现在歌手的社交媒体帖子中而闻名 这座建于1844年的房产 以比原始要价低5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 该豪宅已获得规划许可 可以扩建成一个健康水疗中心 包括游泳池 桑拿 蒸汽房和美容护理室 印度保洁卫生与保健公司第一季度利润增长超过36% 路透社 保洁卫生与保健公司报告称 由于通胀放缓和个人卫生产品需求增加 其第一季度利润增长了36.5% 该公司在农村地区尤其看到了女性卫生产品的普及 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归因于通胀降温和对个人卫生意识的增强 该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9.04% 达到113.5亿卢比约合1.36亿美元 运营收入增长了8.9% 普遍存在的注射器告诉我们关于美国供应链的情况 金融时报 新冠疫情凸显了医疗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 虽然有人呼吁重新思考供应链设计并建立国家储备 但在过去6个月里 美国的5家高产量一次性注射器工厂中有3家关闭了 因为从中国采购产品更便宜 这引发了对改造国内制造业规模挑战的问题 文章还强调了检验的重要性 以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以及最终用户对产品来源的缺乏意识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对钢铁进口关税的挑战 路透社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钢铁进口商Prime Source Building Products的上诉 该上诉旨在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0年对某些钢铁产品征收的关税无效 这些关税是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征收的 一家下级法院维持了这些关税 并得到了乔·拜登总统政府的支持 Prime Source认为 特朗普在征收关税方面超出了他的权力 并且国会没有授予总统在对外贸易方面广泛的权力来征收关税 最高法院的决定意味着这些关税将继续存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常驻观察员 欢迎来到六度简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南非与伊朗之间的密切联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拉伊西访问南非 这是伊朗在面对美国的严厉经济制裁时 加强与非洲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伊朗希望扩大与非洲的贸易 并计划在2022年将对非洲的出口额度提高到12.8亿美元 这次访问也发生在南非外交部长访问德黑兰后的一周 伊朗正积极寻求与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这一点在他最近访问肯尼亚 乌干达和津巴布韦时已经得到体现 接下来是关于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好消息 该乐园的运营商预计在2023财年实现创纪录的利润 这一预测得益于预计外国游客的回归和美味游客的消费增加 东京迪士尼乐园和东京迪士尼海洋的运营商 预计其截至2024年3月的营业利润将增长32% 达到1467亿日元约合9.79亿美元 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预示着东京迪士尼乐园将迎来更好的未来 G7计划禁止俄罗斯的钻石 进一步削弱了该行业的光芒 近年来 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国家钻石矿商阿尔罗萨实施制裁 俄罗斯的钻石需求有所下降 G7的禁令将给供应链带来进一步的复杂性 消费者和生产商可能不得不应对需求疲软的情况 这对供应链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此时钻石珠宝的需求已经面临巨大压力 在美国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检察官放弃了竞选参议院 转而参加众议院选举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一决定是由于对众议员柯里 不时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问题上立场的批评 这次新闻提醒我们 政治中的人事变动总是充满了起伏和变数 高盛提高了对美国和全球长期增长的预测 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推动 高盛集团表示 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十年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因此提高了对美国和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预期 这一预测表明 人工智能将自动化耗时的任务 让员工有更多时间从事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另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国际事件 比如勇敢者中的勇敢者 《香港之战与全球民主未来》中的希望 斗争和流亡一书的作者 在一次采访中讨论了香港抗议活动 对全球民主未来的影响 他们指出 香港抗议活动不仅关乎民主 还关乎香港自身的身份认同 和对更公平社会的渴望 这次针对香港的打压 对台湾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摧毁了一国两制模式 能够实现统一的任何希望 最后 让我们关注一下气候变化问题 欧盟委员会表示 全球不和谐局势 威胁着COP28气候谈判 地缘政治局势 使得达成全球变暖协议 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们已经讲解了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 现在轮到你们了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